好的 希望朋友们喜欢我们刚刚给大家奉送的三杯茶 那么这三首诗歌都是我们的原创的视频 那么两首诗歌是我们原创的音频和视频 那我们希望以歌代茶来招待各位好朋友 那我们现在云上已经差不多有600位小伙伴 已经做好小板凳 等候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特别的讲座 论之路日出之地 那么鼓励有感动的小伙伴还可以转发一些群 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席位都是非常宝贵的 那我们这个话题 是我们许多的公益的活动之一 如果你想参加我们的各种好活动 愿意加入我们的读者群或者我们的学习群 你可以扫左边的这个二维码 如果你愿意来支持我们的这些事工 包括我们原创的这些诗歌等等 那么你可以这个扫右边的这个二维码 我们感谢你 我们这个话题要从最近的乐点 润学谈起 那么上次新四的每周一课 我是特别做了一个叫润学讲习的这样一个课程 从经济学的角度呢 理解了当前的一个热点现象 就是润 我们指出了润是国人的伟大的引言发明 那么提出这个润呢 是包含了走出去 应转自己 经营生命 以及让生命更加圆嫩等等 很丰富的现代含义 我们也指出润是一种国际现象 2020年全球每30个人当中 就有一位国际移民 然后中国90年到2019 20年里头 海外移民的人数超过千万 我们也从经济学上分析 润是一种理性行为 当人们议期润的收益大于成本 或者润的机会成本 润的行为选择就可能发生 润也会带来效力的提高 比如说中国孔雀东南非 就是从效力的低地 转向效力的高地 大学生找工作 瞄准摆上广深也是有道理的 其实就是从低效力的地方 转向高效力的地方 那么润也包含了这样的一个 效力的增进 润也会带来福利的改善 润也会激发变革 我们除了从理性的角度去看润 我们也从启示的角度去看润 从圣经中的移民进行的分析 曾经有一种说法 就是移民还是宣教 似乎移民和宣教是对立的 是矛盾的 那么很多人论还是不论 也是很纠结 那我们发现 移民宣教两者是可以合一的 就像刚才大家看到的第一个 第一首歌《一夜节之歌》 在那里头其实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润 这个差不多两百万的以色列百姓 从埃及润出去 那么几经历旷野 那么最终是到达了加兰美地 所以有的时候移民就是宣教 宣教还必须透过移民 所以移民宣教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宣教的模式 两者不见得是矛盾的 有的时候它恰恰是合一的 那么最著名的移民宣教 就是欧洲大陆的许多的神的百姓移民到美洲 美洲大移民这是文明之论 那么奠定了今天的新教文明 以及整个世界的新的体系 那么中国也有仙教移民的说法 移民仙教的做法 那么中国的地方教会就是如此 深中山也是透过海外来影响国内 所以我们要记住 耶稣说的一句话 有人很纠结 说我们拜神是在这座山呢 还是在那座山 耶稣就说 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所以我们拜神 我们跟随神 重要的不是在这山或者那山 重要的是心灵和诚实 重要的不是你论不论 而是你是否在神的呼召和使命里头 那我们还指出最重要的论呢 不是身之论 而是灵之论 你要论到神的天国里头 那么最终的是论到基督里头 住在基督里 我们对论 这样一种现象呢 既不鼓励也不反对 而是做了前面的这样一个 类似于论学的分析 但是很多小伙伴呢 他们盼望 希望我们能够找信得过的人 给大家讲讲 除了论之道 论之学之外 有没有论之路呢 有一些具体的方法 那么今天呢 我们请到了新西兰的 这个张博士 来给我们讲论之路 日出之地 那么同样呢 我们的小伙伴 这个以后我们还会有很多的活动 9月10号 下周 我们会做中秋节 一起听天歌 2022 那么今年呢 我们请了小米 这个做了非常成功的 云上的中秋 这个party可以说 那么今年呢 我们会继续 中秋 我们一起听天歌 2022 那么你想知道我们这些活动呢 请扫描我们左边的这个二维码 加入我们的免费的读者群 或者呢 是我们收费的学习群 你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些活动 那么右边的这个二维码 你愿意来支持 奉献我们的各种公益活动 包括我们今天的讲座 以及我们的原创的诗歌打造等等 那我们都感谢你 那么接下来呢 我对我们今天的讲员 Vivian这个张博士呢 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Vivian的这个自立教育行业呢 超过了20年 出国之前呢 在北京高校担任讲师 然后06年赴新西兰 在怀卡托大学 攻读了理由管理博士的学位 毕业后呢 获得新西兰持照移民顾问的资格 长期从事与教育留学 移民文化交流等领域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论之路 日出之替的话题 这样一个特别讲座 我们就有请Vivian张博士 谢谢张老师 那我现在呢 共享一下这个PPT 赵老师可以看到PPT吗 非常好 这个PPT很清楚 声音也很清楚 好的 大家好 今天呢非常高兴 可以在云端来和大家继续来探讨 润这个话题 我最开始听到润这个说法的时候啊 觉得这个润 乱 这个真的是很妙 这个字用的哈 那么我想呢 大家和我一样 在听了赵老师 关于这个润学的解析之后呢 对这个润 有了更深层次的这个理解 那今天呢 我们的讲座呢 重点呢 是放在这个战术的层面上 那么我们主要来看一看 要润到哪里去 要怎么润 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国际上 这个移民的一个趋势 在二 这是2022年联合国移民署 它发布的一个世界移民的报告 那么在2020年 全球77亿人当中呢 有2.8亿的国际移民 也就是说 每30人当中 就有一位国际移民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这个移民的输出国 最大的这个输出国呢 就是印度 那么印度呢 由于它是一个英联邦的国家 而且呢 印度它人口众多嘛 所以说印度人的英语 也还是蛮好的 所以说呢 它这个移民的人数 是在全球来讲 是排在第一位的 那么接下来呢 是墨西哥 墨西哥紧随其后 墨西哥呢 通常是移民到美国 那么第三位和第四位呢 就是俄罗斯和中国 在上一次的这个 联合国的这个报告当中呢 中国是排在第三位 那么在这一次呢 是排到第四位 基本上这个俄罗斯和中国 大家看在人数上 其实是差不太多的 那么可能也是因为 这个疫情的原因 导致这个中国呢 在今年排到了第四位 那么截止到2019年 我国的移民海外的人数呢 已经超过了1000万 这个刚才赵老师 也有提到这一点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国人出国移民 都去到哪个国家呢 可能在大家的这个印象当中 第一位的就应该是美国了 对吧 因为美国的话 真的是接受了很多的 这个来自全球各国的 这个移民 那么很多的中国人呢 就是到美国 就业呀 移民呀 留学 所以人数是很多的 的确 美国呢 在之前是排名第一位的 但是在这个2021年的 中国移民行业数据报告当中呢 加拿大排到了第一位 那我想这个形势的出现呢 一个呢 是因为这个近年来 这个美国和中国这种外交关系 可能是有一定的影响吧 然后加拿大呢 它是在这两年公布了一个百万移民的 这样的一个计划 所以说呢 也是让很多的国人哈 就是向加拿大移民的非常多 那么在传统的这个移民国家呢 就是基本上是美加澳新哈 包括新西兰英国澳大利亚 这几个传统的这个发达国家 那么在近些年呢 也涌现出了新兴的移民国家 比如说像爱尔兰 日本 新加坡 希腊 葡萄牙 那么这几个国家呢 它也是因为本国的这个社会呀 包括经济等等哈 这些需要 需要这个新移民的加入 所以说呢 出台了一些比较宽松的 这些移民政策 那比如说像希腊和葡萄牙 有几个南欧的国家 他们是出台了 就是说你只要是购买房产 就可以拿到这个永居这样的政策 那么新西兰呢 就是我所在的哈 咱们今天的讲座呢 就以我所在的新西兰 然后来给大家做一个 更细致的一个讲解 那么新西兰 其实它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 新西兰的第一大城市奥克兰 在奥克兰的这个居民当中呢 有四分之一的人是出生在海外 然后政府呢 每年的移民指标呢 是控制在五万人哈 基本上就是每年啊 这个拿到移民身份的 在新西兰就差不多有五万人 新西兰的总人口呢 五百多万 所以说呢 这就占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一 那有些人 大家可能会想 那每年五万 那十年下来的话 岂不就是五十万了哈 那他为什么会一直的 这个需要这个移民呢 他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本地啊 人口这个老龄化 还有呢 就是说新西兰这些年轻人呢 他们经常会在这个大学之后呀 或者工作的时候啊 就到澳洲和或者其他的国家 所以说呢 在新西兰本地来讲 他是一直呢 都是需要这种大量的哈 外来人员的这个 人力资源的一个补充 那么根据盖勒普2019年 他的有一个移民接待的指数 是根据了全球145个国家 或者地区 针对外来移民的新进程度 新进程度和欢迎程度 来所做的一个调查 那么新西兰呢 在这个移民接待指数方面呢 是持续排名前列的 他是在加拿大和冰岛之后 排名第三位 所以新西兰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 他是非常非常欢迎哈 这个移民的到来 那谈到新西兰这个国家呢 在大家脑海当中呢 可能就是我在这列的这个 这些图片上的哈 一些印象了 那比如说像牛羊 这种乳制品和畜牧业 在新西兰来讲的是非常发达的 然后呢指环王 以及指环王的这个一些拍摄地 还有霍比屯 还有就是在前几年 这个爸爸去哪哈 这个节目 那么是到了新西兰本地的 Ruterua这个毛利的旅游城市 所以呢也让这个Ruterua这个城市呢 在国际上 在中国哈 又是在咱们这个国人的心目当中哈 这个知名度啊 就提高了很多 然后右下角这个图呢 是皇后镇 皇后镇的话呢 主要就是非常非常美的 一个旅游城市 那么它有滑雪啊 蹦极啊 滑翔伞呢 等等哈 就这些户外运动 是很有名的 对于新西兰出口的这个水果呢 大家可能会想到奇异果 对吧 Kiwi Fruit 那么新西兰的果鸟呢 是Kiwi Bird 是几尾鸟 所以呢 新西兰人呢 他就非常幽默哈 也很自豪的 就把自己呢 称为叫Kiwi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新西兰他人口呢 是512万哈 根据最新的一个统计数字 那么这个人口呢 也就是说相当于是 比如我们以北京为例哈 北京常住人口2000多万嘛 那也就是说 是北京常住人口的四分之一 国土面积呢 27万平方公里 要比英国 英国是24万多 所以比英国呢 稍微大 稍微大一些 而英国的人口呢 是将近7000万 所以呢 从这一点上 我们看出来 新西兰呢 它绝对是一个地广人稀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 那么新西兰和中国的时差呢 是 夏天呢 是 夏天是5个小时 然后 就是我们 sorry 是我们新西兰这边的夏天哈 跟国内呢 是差5个小时 然后呢 冬天呢 就是现在我们这边是冬天 和国内呢 是差4个小时 因为它在南半球嘛 所以季节呢 正好是和国内是相反的 现在 就是奥克兰和国内呢 包括广州 上海等等啊 都是有这样直飞的 那么飞行的距离呢 是12个小时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新西兰它的气候 它是很典型的 温带海洋性气候 平均气温呢 就是在20度 夏季20度 冬季10度左右 而且植物生长 非常的茂密 森林的覆盖率呢 是很高的 达到了29% 那么 新西兰主要是由南岛 北岛 还有它下面的一个斯托尔特岛 以及附近的一些小岛组成 以绿色组成 然后境内呢 是多山 山地和丘陵 占到总面积的75%以上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新西兰的国民的人口的构成 那么占比最大的呢 就是欧洲移民的后裔 最早呢 是荷兰人 Tasman 他呢 是航海家 最早呢 发现了新西兰这个岛 那么 后来到从18世纪开始 库克船长之后 那么从欧洲 大量的移民的涌入 所以说呢 现在的欧洲移民的后裔呢 是占到了64% 这样的比例 接下来呢 就是当地土著的毛利人 毛利人呢 是在 11 12世纪 他们是 这里最早的 就是来到这个新西兰 那么当他们来到新西兰的时候呢 看到新西兰这个天空当中哈 朵朵的白云 所以说呢 新西兰呢 还有一个毛利语的这个国家的名称呢 叫奥托罗啊 它的意思呢 就是长白山 长白云之乡哈 就是即使我是在这边生活了 这个将近15年了哈 那我还 依然就是在户外的时候 对会去欣赏啊 这个蓝天白云哈 的确是非常非常美的这样的风景 那么和毛利人 差不多呢 那是亚裔 亚裔呢 是在最近一些年啊 开始 来到新西兰 主要是印度裔 华裔 还有像韩国呀 还有来自这个 东南亚 菲律宾 马来西亚等等哈 一些国家 占人口7%的呢 是太平洋岛的 这个居民 他们移民呢 主要是来自于像新西兰周边 比如像撒末尔 菲基 瓦努阿图 等等 就是这些周边的 岛国哈 来的渔民 那么 大家看 就是说在新西兰 它是一个 多元文化 而且是一个多民族的哈 这样的一个 移民国家 各个民族之间呢 相互包容 它的包容性是很强的 在每一个城市呢 就是都会有这个 每年都会有多元文化节啊 还有各个民族文化节 来展示每个民族的哈 它自己所这个特有的 这种文化 像在奥克兰 每年都会有新春花式啊 元宵灯会 在学校里面呢 孩子们也会从小被教育 说要包容和欣赏 不同的文化 在学校里面呢 也会有这种定期的哈 这个文化节 因为学校里的孩子们 也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哈 或者他们可能不是第一代 那他们可能是第二代的移民 所以说呢 第二代或者第三代 所以说呢 他们都会去展示哈 自己民族的啊 这样不同的文化 好那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新西兰的政治制度 新西兰作为英联邦的成员国之一 主要是议会制的国家 实行了多党内阁制 它跟美国不一样哈 美国是众议院参议院 而新西兰的话呢 只是一院制的 仅设了众议院 众议员呢 是由普选产生的 任期三年 本届的议会呢 是第53届 是2020年11月组成的 新西兰这个议会的话 如果大家 可能也有已经去过的哈 就是惠林顿呢 那么是在国会 是在惠林顿 在新西兰的首都 那么这个国会大楼呢 它也是对外开放的 会在特定的这个时间 然后让这个游客哈 进行游览 然后呢 可以到里面呢 有这种讲解 它整个的 在国会里面哈 一月一整个的议席呢 有120个 那么目前呢 新西兰是工党执政 所以它的议席是最多的 是65席 国家党呢 作为在野党 它是占了33席 还有行动党 绿党各占了10席 毛利党占了2席 我们再看一下 新西兰的这三位 女性的国家 国家元首 那么 新西兰的名义上的 国家元首呢 是伊丽莎白二世 英国女王 她委派了总督 代表她来行使其职权 现任的总督呢 叫辛迪凯瑠 她是在2021年10月份就任的 那么这也是第一位哈 担任这个 总督这个职位的毛利女性 新西兰现任的总理呢 是Jacinda Ardern 那么她是2017年10月份当选的 现在呢 已经是她的第二任期了 那么在她 整个这个疫情期间哈 这个新西兰因为防疫工作 防疫做的也很好 所以说 Jacinda Ardern在这个国际上 那她的声誉哈 也是很好的 但是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 根据这个民调 好像她支持率哈 有所下降 所以明年的话呢 就会新西兰会进行 新一届的 这个总理的选举 所以工党是否还能够继续哈 执政 那就就是个问 问号了 好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新西兰的行政区画 全国总共是划分为16个区域 其中11个区域呢 是由区域委员会来管辖 那么区域委员会呢 它是新西兰的一级的行政区域 此外还有五个呢 是由区域当局来直接的管辖 是作为新西兰的二级的行政区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西兰的地图 新西兰主要是由北岛南岛 还有最下面的斯图尔特岛哈 主要的来构成 那么新西兰主要的城市呢 第一大城市就是奥克兰 奥克兰呢也被称为帆船之都 也是很漂亮的哈 一个这个城市 那么它也是人口呢 在居住在奥克兰的人口 占到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也是新西兰的经济 经济的一个中心 就业机会是很多的 那么惠灵顿 作为新西兰的首都哈 是在北岛的这个最南端 所以它基本上是在这个国家哈 比较居中的这个位置上 惠灵顿呢 它作为一个文化的中心 那么和西尼啊 墨尔本啊 都是南半球啊 最大的这个文化中心之一 接下来我们再看基督城 基督城呢是在南岛 那么它是南岛的第一大城市哈 是新西兰的第三大城市 基督城被称为花园之都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哈 这样一个城市 那么刚才讲到 惠灵顿和基督城都是沿海的啊 他们都是海滨城市 那么新西兰第四大城市呢 哈密尔顿是唯一一个就是在大大城市当中哈 是一个内陆的城市 它离海呢有差不多四十五分钟的车程 那么哈密尔顿呢是新西兰的第一大河 怀卡多河流经整个的城市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新西兰的经济情况 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新西兰的经济呢成功的从以农业为主 转型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化 自由市场经济 而世界银行呢也将新西兰列为世界上最方便营商的国家之一 新西兰在2020年的时候 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呢 GDP达到了3231亿新元 经济增长率呢是在2021年第一季度是1.6% 然后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呢是6.3万新元 最近的一个失业率是统计呢是3.3 就是这个失业率呢在这个经合组织的各个国家当中呢 就算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上 那么新西兰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呢是1比4.3 新西兰的农业高度的机械化 因为它的人力资源短缺嘛 所以说呢农业呢是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于这个机械化作业 它主要的农作物呢有小麦大麦燕麦水果等 粮食是不能自给自足的 需要从澳大利亚进口 那么新西兰的畜牧业非常发达 畜牧业的占地呢是国土面积的一半 乳制品和肉类都是重要的出口产品 然后粗羊毛出口量居世界第一位 新西兰的森林面积哈是很大的 它是810万公顷 主要出口的产品呢有原木木浆纸和木板等 新西兰作为一个岛国 它的渔业也是非常的丰富 那么拥有世界第四大专属的经济区 每年的捕鱼量呢是50万吨 其中超过半数的都是出口 出口到其他国家 那么工业呢主要是以农林木产品的加工为主 主要有奶制品毛毯食品和木材加工啊 这些轻工业产品呢也主要是供出口的 因为新西兰这个国家嘛 它是严重的依赖这个进出口外贸 那主要进口的呢 主要是有石油 机电产品 汽车 电子设备 纺织品 出口产品主要是乳制品 肉类 羊毛 林产品 农产品和水产品 那中国呢作为新西兰第一位的哈 这个贸易伙伴 又是第一位的这个进口哈 无论是进口和出口方面 那么都是中国都是第一位的这个外贸伙伴 他排名除了中国在中国之后哈 那么澳洲美国日本韩国啊 也都是新西兰很重要的贸易伙伴国 刚才我们提到在新西兰就是用的这个 新西兰元哈 纽币是一比 目前来讲这个汇率呢 是在差不多一比四点三 然后所有的这个主流的信用卡 他都可以在新西兰使用的 比如像Visa MasterCard 那么很多的旅游城市呢 零售商也可以接受ApplePay I sorry ApplePay ApplePay 那么在近几年呢 在一些华人的这个零售商 我们呢也是可以用支付宝啊 用微信来去支付哈 也是可以的 旅游业作为新西兰最大的一个经济增长的引擎 占到了GDP的10% 在2019年新西兰旅游业产值呢 高达280亿新元 直接雇佣了23万人 占到了新西兰劳动力市场的8.4% 所以说呢 旅游业是新西兰的最主要的一个支付性的产业 这次疫情的话 也是真的是给这个新西兰旅游业造成了一个非常非常这个致命性的一个打击哈 就是整个这个旅游行业的从业人员呢 那对 也真的是非常艰辛哈 就是在这个在这个两三年当中 那么现在呢 因为随着从今年啊 陆陆续续边境开放了 那么新西兰这个旅游业呢 也是在慢慢的恢复当中 从国际游客来说 来新西兰主要的呢 是澳洲 游客的来源国主要是澳洲 中国 英国 美国 和日本 那新西兰的最大的这航公司呢 就是新西兰航空公司 就是Air New Zealand 另外呢 新西兰它的私人飞机的拥有量也是很高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新西兰的这个教育体系 它的初等教育呢 是一到八年级 就是涵盖了差不多小学初中这样子 然后中等教育呢 是九到十三年级 高等教育呢 就主要是大学啊 理工学院这一个层次的 那么新西兰总共有八所国立大学 有十九所理工学院 和其他的一些私立院校 新西兰的学前教育呢 在全球来讲 是很领先的 它在可以接收三个月以上的婴幼儿 那么学前教育培养的目标呢 就是要培养孩子们活泼自信 自主能力强 具有想象力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新西兰读小学哈 是从五岁开始的 就是他们要比国内呢 要早一年 咱们国内呢 是六岁啊 开始孩子读一年级 所以说新西兰这边呢 是要从五岁开始读 读到十三年级 这里的孩子们可以免费的就读 公立的中小学 他强制的义务教育呢 是六到十六岁 也就是说有一些同学 到了高中的十二年级呢 他就可以不用必须去读了 比如说他 如果说他的目标是要考大学 那么呢 他就要完成十三年级 但是如果呢 他要走这个职业教育 他可能就是去这个职业 理工学院呢等等 去走职业教育的 这个发展道路 那么他可以从十二年级呢 就去理工学院去 进行这个职业方面的培训 新西兰的中小学教育呢 特点就是采用符合 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的方式 因材施教 那么新西兰的高等教育体系呢 设置很科学 专业合理 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 各有特色 为社会提供所需要的 不同层次的人才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新西兰这边 因为它是二月份啊 开始作为一个新学期的开始 中小学的话呢 就是每年是有四个学期 这一点上跟国内不太一样 那么每年四个学期 基本上就是十周或者十一周左右 就为一个学期 然后每个学期中间呢 就会有两周的假期 等到十二月中旬 一直到一月份 这是年底的一个圣诞节的大假 所以总体上来说 这个新西兰这些学生 他们的假期还是蛮多的 如果是就读大学 那么也是每年的二月份 是一个正式的开学 每年分为两个学期 第一学期就是二月到六月 第二个学期呢 就是七月到十一月份 十一月份就放假了 一般大学 那么有些学校呢 还会有暑假的小学期 就是Summer School 像有些同学 他如果想多修一些学分 那么呢 是可以再利用这个暑假的小学期 来去再多修一些学分 是可以的 西兰总共有八所的公立大学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 这八所大学 全部进入了全球的五百强 好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这八所公立大学 他们在全球前五十位的 这个专业都有哪些 那么奥克兰大学呢 它是综合排名呢 是在全球前一百位的 它的考古学 是在全球排名第十位 那么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其他的 总共有十八个专业 都是在全球排名前五十之列 接下来是奥克兰大 接下来是奥塔哥大学 奥塔古 那么奥塔哥大学呢 它的运动相关专业 是在全球排名第十二位的 因为新西兰呢 它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它的户外运动 是非常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就是所以说呢 有很多人从事这方面的运动 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学习 所以说呢 这个运动相关的专业 在学术上 这个排名是非常靠前的 那么 那么我们看 还有酒店管理 有三个学校 都是排在前五十的 有维多利亚大学 怀可托大学 还有这个奥克兰理工大学 因为新西兰的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旅游业 非常的发达嘛 所以说呢 它的旅游管理 专业 那么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还有就是农林专业 农林专业就林肯大学 和梅西大学的 都是排在全球前五十 此外还有 坎特伯雷大学的 土木工程和地理学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新西兰的社会 和文化方面 新西兰的文化 主要是本土文化 和外来文化的一个结合 那么这个国家最早呢 就是毛利人 他们呢 毛利民族带来了 波利尼西亚的风俗和语言 发展了毛利文化 那么十九世纪 英国殖民者呢 又带来了西方文化 最近呢 就是来自太平洋 东亚南亚的移民呢 也是更加增加了 这种文化的一个多元性 新西兰的官方语言 有英语 毛利语和新西兰的手语 新西兰人见面呢 见面的礼节 基本上就是握手礼 但是就是当地这个毛利人呢 他们有他们特殊的 一个礼节 就是碰比礼 这个碰比礼呢 通常是在迎接贵宾 或者一些重要的 这个仪式典礼上 作为一个传统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 会去和这个来宾 以这种碰比礼的方式 来见面和告别 那么说到新西兰的节假日 因为它作为一个 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 所以说呢 圣诞节 复活节啊 这些都是传统的哈 这个节日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怀唐 怀唐一对 它主要是新西兰的国庆节 也就是说为了纪念 怀唐一条约 签署 就是当时的欧洲 欧洲人和毛利人哈 他们签署的一个协议 所以作为这个 新西兰它立国的 这样的一个根本 那么还有澳新的军团日 澳新军团日呢 是在每年的4月25号 它是为了纪念 当时一战的时候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他们组成的澳新军团 在为了纪念 在当时的这些将士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新西兰护照 它在整个全球来讲 那么在全球护照的 免签排行榜上 排名是第六位的 可以免签186个国家和地区 因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是属于近邻嘛 所以说呢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 会有一些彼此 就是这种优惠的政策 两个国家所签订的 比如说像澳大利亚的居民 他们呢 到新西兰可以自动的 成为新西兰的居民 新西兰的公民呢 到澳大利亚呢 就可以自动得到 澳大利亚的定居权 工作权 可以享受除失业救济 和选举权以外的 所有澳大利亚公民 所应享受的这个福利 新西兰作为一个 很典型的 高福利的国家 那么 所有的公立医院 如果去看病的话 都是免费的 而且对于六岁以下的儿童呢 无论是私立 还是公立医院的这个医疗 都是由国家负责的 大家也知道 这个在国外 这个牙医治疗 就是如果说看牙的话 费用是很高的 那么16岁以下呢 孩子呢 是可以接受免费的 这个牙医治疗 可以免费就读 当地的公立中小学 公立的大学呢 会收取一些学费了 但是呢 学生呢 他可以 用这个学生贷款 来去支付这个学费 另外的话呢 还可以申请学生补贴啊 住房补贴啊 都是可以的 另外新西兰政府 他鼓励生育 那么从怀孕到生产的所有费用呢 都是由国家来负责的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 除了获得奖励金呢 那么 母亲还可以享受26周 也就是说半年的带薪产假 孩子呢 孩子呢 是由政府每周啊 这个补贴 补贴养育费 一直到孩子成年18岁 那么 对于一些特定的人群 政府呢 也会是有一些 相应的 鼓励政策 比如说像住宿津贴 失业救急 救急津贴 以及对于残疾人的 孤儿的 还有单亲的 还有意外事故 赔偿等等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食 那除了传统的咖啡馆呢 和这个西餐厅哈 在新西兰 可以品尝到各个国家的美食 比如说像 这个异国料理呢 包括中式的 印度式的 异式的 墨西哥的 日式的 马来西亚的 泰式的等等哈 那我 我就是当初 我15年前 来到这个 新西兰的时候 那个时候 基本上 要想回国 就是你想要吃的东西太多了 因为这儿 什么也吃不着哈 但是就是因为最近 这些年来 真的是 随着这个 中国来的移民 也越来越多啊 然后大家开的各式的餐馆 等等哈 越来越多 所以现在基本上 很多这个 包括你想吃的哈 基本上这都有了 所以说 极大的满足了这个 中国味的这个需求哈 那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毛利人 他们有一个传统的料理 叫亨尼 主要是利用呢 独特的地热资源 来烹调食物 是将把那个石头 因为在鲁塔鲁啊 那个地区 因为新西兰有些地方 这个地热资源呢 是很丰富的 他们就把那个石头呢 放在最底层 然后上面呢 就埋好了 像马铃薯啊 鸡肉羊肉啊 这些食物 最后再用土啊 覆盖洞口 然后这样 把这个食物 焖熟 这就是当地毛利人 他们一个传统的哈 这样的一个 料理 新西兰其实 因为它是岛国嘛 其实是海鲜类的哈 食物还是蛮丰富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新西兰的旅游业 那么它作为大洋洲 最美丽的这个国家之一 有30%的国土呢 都是保护区 新西兰拥有三项世界遗产 14个国家公园 三座海洋公园 还有数百座的自然保护区 和生态区 所以新西兰是以 100%纯天然哈 就是这种自然环境啊 文明与世的 那么这个呢 是当时 《纸黄王》的一个 外景的拍摄地 因为新西兰 它有这种独特的 这种自然的 天然的 非常美的环境 所以呢 在近些年来 就是也有很多 这个电影的拍摄组 来到新西兰来拍摄 此外新西兰的极限运动 和探险旅行 也是非常有名的 在1988年的时候 南岛的黄厚镇 就建立了全球第一座 商业化的蹦极 其他的项目呢 还有跳伞呢 滑翔伞 登山等等 也是非常流行的运动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哪些 这个新西兰的世界之最 那么新西兰在全球 和平指数排名呢 是在第二位 在世界银行颁布的 2020年 营商环境报告当中 新西兰呢 蝉联第一 在2021年全球 最适宜城市排行榜 奥克兰和惠灵顿 都是排名在前五名的 当之列 而且在这次应对疫情方面 新西兰也是非常成功的 目前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状态 基本上是回到了疫情之前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正常的 一个生活状态了 还有一点很值得提的 就是说跟澳大利亚不同的 很大的一个不同的 就是在新西兰是没有蛇的 也没有猛兽 所以说呢 大家如果说去到户外呀 你去徒步啊 探险的等等 所以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 位于卡塔塔的 皮卡科鲁普普泉呢 它是南半球最大的一个淡水泉 它的泉水呢 曾创造了世界上最清澈的 这个测量记录 所以呢被认为是世界上 最干净的水 那么蓝湖呢 是坐落在尼尔森附近 是在南岛哈 那它水下能见度呢 有高达80米 在2011年被认为 是世界上最纯净的湖泊 位于提卡巴湖附近的 约翰山天文台 是世界上最南端的观星站 那么新西兰呢 它是作为世界上最早 可以看到日出的国家 最早迎接日出的国家 它的最东部的城市呢 是Gisban 这个城市 那么是迎来了 这个第一缕阳光哈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讲座的主题呢 是润之路 日出之地 好 那么下面呢 我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在新西兰生活的十几年哈 就是一些感受 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三点 那第一点呢 是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在新西兰通常哈 作为一个就是 full time这样全职的一个 工作的话呢 一般是一周40小时 那么30到40小时吧 这样的一个工作量 那么到了周末呢 就基本上就没有人加班的哈 大家都是说 因为新西兰人 他们非常的注重和家人 在一起的时间 因为我们经常在park里面 还看到这个 有很多都是爸爸哈 带着孩子们去 去踢球啊 或者去骑自行车呀等等哈 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注重 和家人在一起的这个时光 呃 周末的话呢 是基本上是不 除非特殊情况 是不会加班的 那么如果说像一些工作哈 一些行业 呃 非常的急需 这个人员去加班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你比如说像一些做护士啊 护理啊等等哈 那么呢 他们就会在加班的时候 就首先呢 管理就是他们的上司会问他 哎 我们你要不要来加班 你可以说我不想加班 是可以的啊 但是你说哎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 对吧 那我就去加班吧 那你加班了呢 就会有加班费 通常的话呢 是在正常薪水的 呃 1.5或者2倍啊 这样的要付 老板是要付这个加班费的 嗯 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说 如果雇主 嗯 他如果不是说非常 这个需要人手哈 那他尽量也是不让 不让大家去加班的 所以在新西兰来讲 嗯 我觉得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然后呢 有家庭 对吧 就是你能够达到 呃 既充实啊 然后呢 又不会说那么的忙碌 呃 是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哈 这样的一个平衡 这是我这个十几年来哈 这样的一个感受 那呃 也有些人可能听说过 就是 有些人说 哎 这国外的生活好像是好山 好水 好寂寞哈 对 也也有同学 对 也有人会这样讲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多的是 嗯 一些 比如说留学生啊 等等哈 那么 他们对 就是到了这个 呃 国外这个生活 那除了学习之外哈 可能相对来讲 呃 没有更多的 呃 其他的 这个活动哈 那其实很多时候 我是觉得 嗯 这个生活的品质呢 有的时候 是看你自己 如果你愿意走出去 因为西西兰呢 其实 它是 嗯 给了你很多创造 就是给 有很多这样的机会来 呃 包括留学生也好 或者新移民也好哈 哈 那么 你到了当地之后呢 你是可以积极主动的 然后呢 去参与到 这个 这些 你所 喜欢的 你所 想去尝试的 这些活动当中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多元文化 呃 因为在新西兰 像我们刚才所介绍 它是一个多民 呃 多种族 就是不同的 背景哈 不同的 来自不同国家的 这样的移民 所以说呢 我们平时 包括你的同事啊 或者你的邻居啊 或者学校里面的 这个同学的家长 家庭等等哈 那么都会是来自 不同的国家 所以对于我来讲的话 嗯 我觉得非常喜欢的一点呢 就是你可以和他们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去和他们交流啊 然后呢 这个交流其实是 我觉得是很有趣哈 就是哎 很对我自己来讲 很享受的 一个一件事情 那么新西兰呢 它作为一个户外活动的天堂啊 真的是嗯 给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 这种户外活动的机会 像我本人呢 其实是一个比较近的人啊 但是呢 自从来了新西兰之后 哎呀 因为外面真的太好了 这个环境 你就是情不自禁的哈 你就想出去啊 就想在大自然当中 哪怕你是去徒步呀 或者你去这个 像有些 因为这边高尔夫也是很 普遍也很流行的哈 或者去打高尔夫啊 或者去滑雪呀等等啊 就是去海边呢 这种户外活动是很多的 那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放一段小视频 那么这个视频呢 是当地哈 就是人所对 对新西兰的一个体会 新西兰的一个座场 一件事在新西蘭 你應該要看見是承受 新西蘭很優秀的地方 你能讓你的洗澡在線上 無法走動 這些人不管多人的天氣 都會穿短褲和短胸 海外是很棒的 沒有鴨 你不能看到它 你只能感覺它 新西蘭是真正寫的 我愛它 好 那麼我想大家在這個 視頻當中也會 能夠感受得到 就是新西蘭這種多元文化 以及它的這種包容性和友好 那的確就是 在新西蘭 冬天很典型的一個穿著 上面是羽絨服 下面穿短褲 包括剛才大家看到 在咖啡店裡做著的 就是一個毛利大叔 那麼大家也能感受得到 就是這種多元文化的 一個氛圍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就進入到 這個講座的下半部分 就是 具體的 移民的方式 都有哪些 作為 到新西蘭來移民的 主要有這四種方式 第一個呢就是 投資移民 創業移民 這主要是商業類別的 那麼 接下來呢就是 技術移民 技術移民呢可以說是 是接受移民人數最多的一類 那麼第四類呢就是 家庭團聚移民 也就是說家庭當中有一位 已經是有這個綠卡 有居民身份了 那麼呢 如果是他的配偶 或者是他父母 都是可以 我應該再加一下 Sorry 還有他的未成年子女 那麼都是可以 來通過家庭團聚來移民的 那麼前三種方式呢 就是投資 創業和技術移民 占到了總體移民人數的60% 家庭團聚移民占到了33% 然後其餘呢 還有一些移民的名額呢 是分配給了國際難民呢 以及通過人道主義 這樣子的移民 首先呢 我們來看一下投資移民 那麼投資移民的話呢 是 新來移民局在7月份 今年的7月份 剛剛公布的一個新的政策 是在9月19號 開始生效 接受申請 那麼 作為投資移民的話 投資的金額呢 是最低500萬紐幣 這個新政 比原來 之前實行的這個政策 其實是翻了一倍哈 它的這個 投資額 而且要求申請人呢 是語言要求雅思五分 要在四年的投資期內 在新西蘭呢 居住至少117天 那麼新的這種 在新政的投資移民的方式呢 是採用了加權的系統 移民局呢 它的目的呢 是為了鼓勵直接投資 也就是說 如果把這個投資額呢 用到直接投資 那麼它是有三倍的這個權重 那如果是你的投資呢 是投資到了私募股權 或者是風險投資基金 這樣的領域呢 它可以獲得兩倍的權重 如果是投資到了上市股 股票或者是這個慈善事業 那麼就是一倍的股權 這兩 後兩種的話呢 就都屬於間接投資 所以相應的權重呢 就比較低一些 如果按照這個政策 它最低的投資金額是1500萬 所以呢 如果說全部直接投資的話 對於申請人來講 那麼投資門檻呢 就是最低就是要投資500萬 這個是投資移民 投資移民因為是個新政嘛 它還沒有實施 所以呢 我們對也是在拭目以待 就是看一下它這個政策 出台就是正式實施之後 會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創業移民 創業移民的話 這個投資的額度 就會小了很多 那麼最少呢 投資額是10萬紐幣 然後它是一個打分的一個體系 也就是說申請人呢 通過年齡 經商經驗 雇佣人數 投資額 以及呢 它會有還有一些加分像 比如說你這個 需要在新西蘭來創業的 這個企業呢 是出口型企業 或者是創新型的 或者呢你所建立的這個生意呢 是在奧克蘭以外 那麼都是有加分的 總體上 根據這些來打分 如果申請人呢 能夠達到120分 那麼就可以滿足了 這個創業移民的要求 英語的要求呢 是雅思四分 然後要求申請人有足夠的 相關的經商經驗哈 因為在申請很重要的一個 內容呢 就是要提交商業計畫書 另外呢 還要符合健康和品行的要求 好我們大體來看一下 創業移民它的一個流程 首先呢就是申請人要遞交 企業家工作簽證的申請 第一次獲批呢是9個月 多次往返的一個工作簽證 也就是說申請人獲批之後呢 在9個月之內要來新西蘭 要註冊公司來創建企業 然後要把這個資金呢投入到位 並開始創業 之後呢 再可以獲得一個27個月的 多次往返的工作簽證 然後在接下來呢 就是要很成功的哈 來運作這個企業 那麼在創業成功滿兩年之後 是可以申請綠卡的 那麼在創業期間呢 主申請人原則上哈 要求是大部分時間要在新西蘭的 因為移民局認為說 哎那你拿到這個 呃企業家公簽嘛 那你的主要目的呢 是要在新西蘭 來這個經營這個企業啊 除非說生意上的需要 你需要呃 來去就是去海外呀等等 就是呃或者是貿易呀 去洽談的等等哈 除非生意上的需要 在創業移民這個類別下面呢 除了主申請人獲得企業家工作簽證之外呢 他的配偶呢是可以 拿配偶類的開放式的公簽 開放式的公簽呢 就是可以給任何呃雇主工作 而且為成年子女呢 也可以免費就讀公立學校 好接著接下来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大多數人哈 我們選擇的是這個技術移民 新西蘭的技術移民呢 是在2020年3月就是暫停 因為當時那個疫情嘛 剛剛開始 然後新西蘭呢 呃這個邊境哈就關閉了 然後等於是那個時候 從那個時候開始 這個普通類的技術移民哈就暫停了 那麼新政呢 呃移民局說 將要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之內哈 就會頒布新政 那麼在去年 新西蘭移民局頒布了一個2021年的啊 移民的政策 是超過20萬的哈 這個申請人受益 就是我們都叫這個大赦移民呢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確是條件非常的鬆 因為只要申請人呢 他持有啊這個公簽 然後呢沒有英語的要求啊 然後他只要是呃或者你有工作 或者沒有工作都沒有關係 你像有一些畢業生啊留學生 那麼他可能就是拿了畢業生工錢 但是他沒有找到工作啊 啊那也沒有關係 沒有雇主也可以的啊 也是只要是說你滿足了呃 有公簽 然後在新西蘭居眾超過三年以上 那麼也是可以滿足這個大赦移民的哈 所以呢總共只有超過20萬的呃 申請人現在移民局呢 那在很大的精力哈 都是在處理這些的 嗯這個大赦的移民申請 那在今年5月份的時候啊 新西蘭移民局公布了一個 技術移民的快速通道 就是我們俗稱的叫綠名單 嗯這個呢是從就是馬上的周一哈 9月5號開始接受申請了 這個快速移民呢 他主要是針對了幾個領域 有工程醫學IT和教育領域 其實這些領域呢就是新西蘭 他這個領域裡面就是長期哈 都是在呃在這個領域當中 非常缺少這方面的人才啊 呃總共綠名單當中呢是包含了85個緊缺的職位 其中呢56個職位呢是可以直接獲得綠卡的 就是相當於你只要找到了這一份工作啊 是在這個領域他都有85個職位嘛 啊 sorry是在這個56個啊 你只要是在這56個職位其中之一 那麼你是可以直接獲得綠卡的 另外29個職位呢是在工作兩年之後啊 就是工作轉居民的這樣一個方式 所以呢我們看到其實技術移民啊 最主要的呢就是要在新西蘭當地啊 要找到一份技能型的工作哈 有雇主做擔保啊 拿到這樣的一份工作合同 然後呢可以移民 這個技術移民呢 要求是在55歲以下哈 嗯 就像我剛才講的這個普通的SMC的技術移民呢 雖然說現在沒有開放 但是呢因為他是呃 絕大多數的這個國內的哈 來移民都是通過這個 類別來獲得的移民 所以說呢我是想在這呢 給大家介紹一下這種方式啊 那麼新政呢 我們估計呢 他也只是在這個基礎上的一些啊 細微的哈 一些調整 那麼這個普通的SMC技術移民 他要求申請人年齡是在55歲以下啊 是有一定的英语要求的 通常是雅思6.5分 然後還有健康和品行的要求哈 需要雇主呢 有一份就是雇主擔保的技能型工作 他也是根據 採用一個打分制的系統 你根據年齡學歷 技能工作啊 要達到一定的薪水要求哈 就是達到這個 中位數 那目前呢 新西蘭的中位數呢 就是27塊7毛6牛 這個新元的實行哈 實行的這樣的一個標準 還有就是根據這個工作經驗 以及呢配偶呢 還有加分啊等等 就是通過這些項 然後來打分 最低呢 只要夠了160分 那麼就可以遞交EOI的這個意向哈 就是來去開始技術移民的第一步了 就是EOI 好接下來呢 我就以兩個例子哈 然後 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打分的體系 那麼我們第一個例子呢 就以一個申請人 他是三十多歲吧 二三十歲 然後呢他是呢 到新西蘭呢 比如說他讀了一個碩士學位 那他的年齡分呢 因為39歲以下就可以獲得30分 他的學歷是碩士哈 就是在新西蘭讀完了 碩士畢業了 那麼是有70分 另外呢 因為這個學歷是在新西蘭的 新西蘭的大學完成的 所以說呢 還有額外的十分的加分 他在畢業之後呢 碩士畢業的學生 是可以獲得三年的畢業生工籤 也就是說 在這個三年當中呢 他找到了一份技能型的工作 和他的這個專業相關的 那麼達到了我們剛才說的那個 中位數的那個標準 他就可以獲得50分的加分 然後這份工作呢 如果是在奧克蘭以外 還有額外的30分加分 所以總分是190分 但是如果說這份工作呢 沒有在奧克蘭以外 那也沒有關係 他也是160 對吧 160的話呢 他也就是達到了這個技術移民的要求 他就開始可以申請 所以呢 這個申請人呢 他基本上就是沒有什麼工作經驗 那麼接下來我們再看第二個例子 這個申請人的話呢 他的年齡是偏大的 因為年齡越大 他得的分數是越低的 比如說他48歲 那麼得10分 那麼他的學歷呢 也是本科的 他可能沒有 就是這個申請人有可能 他沒有來新西蘭讀書 他是一個海外的學歷 那麼是可以做新西蘭 NZQA就是對國際這個文憑做認證的 那麼也是可以的 他比如說海外的這個本科學歷 他進行認證 然後呢 可以獲得50分的加分 也是在新西蘭呢 找到了一份技能型的工作 達到薪水要求 也是50分 那這個申請人呢 他工作經驗是非常非常的豐富 有10年以上了 所以說呢 這個工作經驗的加分也是很多的 可以加50分 那麼這些項哈 已經是160了 也就說夠了哈 那如果說他的配偶呢 比如說他的學歷 配偶的學歷是本科以上的 還可以再加10分 那這樣的話就170了 所以呢 就是說每一個申請人呢 情況都不太一樣哈 基本上如果說這個通過技術移民 然後來達到這個移民的目的呢 從新西蘭來講的話呢 最普遍的一種方式呢 就是到新西蘭來留學 為什麼呢 因為首先就是 像我們剛才講的 首先你要有一份 雇主擔保的技能型工作 那如果人在海外的話 那人在國內哈 那其實你很難去找到 對吧 就是新西蘭這邊雇主哈 會給你出一個雇佣的合同 那難度是很大的哈 然後第二點的話呢 因為新西蘭的雇主呢 他就是因為涉及到這個 簽證啊等等方面的原因哈 那如果說你先到新西蘭來留學 你會獲得這個畢業生的公簽啊 啊 那麼你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雇主呢 他是很願意去雇佣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就不用考慮這個簽證的問題了啊 那你就可以直接 馬上就可以給他工作了 所以說這也是為什麼 啊 就是通過這個留學的方式 然後呢 到新西蘭來 再走這個技術移民這個方式哈 所以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那麼我也在這呢 給大家列了幾種比較典型的 也是非常可行的哈 這樣的幾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呢 就是針對我們剛才講到那個 綠名單的快速移民啊 如果說有 你如果說您是在這些領域哈 比如說像你無論說學歷也好啊 或者工作經驗哈 是在這些領域的 比如像工程啊 醫學啊 IT啊 教育啊 這個領域的話 那麼呢 您是可以考慮到新西蘭這邊啊 讀 就是一年 其實最少一年就可以了哈 讀書 然後呢畢業之後的話呢 有畢業生工簽 這樣的話 只要找到的這個工作哈 剛才我們提到的 就可以快速移民啊 那麼另外那20多個職位的話呢 是兩年 工作兩年之後 就可以以工作轉居民這種方式來移民 那麼對於沒有在剛才這些領域當中的哈 也是可以考慮呢 就讀其他的碩士課程啊 比如說在國內已經有本科的學歷了 那麼主申請人呢 就來新西蘭讀碩士課程啊 如果是全家人想一起過來的話呢 那麼配偶呢就可以拿開放式的工簽 然後這個未成年子女的話呢 也可以免費的就讀新西蘭的公立學校哈 其實這種方式就是相當於是一人讀書 全家受益 而且全家呢都可以一起哈 就是說啊 來新西蘭這邊來生活啊 是非常非常嗯 這種方式我感覺就是近些年吧 近五六年就是非常多 而且啊年齡的話呢 就三十多歲甚至有四十多啊 也是很普遍就三四十歲的哈 申請人 然後全家哈 以這種方式啊 來新西蘭的是很多的 因為它也是一個性價比非常高 因為碩士的學費呢 一年呢就是取決於你就讀的學校 好像一般國公立的大學呢 學費就會高一些 那如果說嗯理工學院呢 或者一些私立院校會低一些 所以它是在十二萬到二十萬人民幣左右哈 這樣一個區間的範圍 如果說這個 因為配偶可以拿開放式工簽嘛 就相當於他是可以全職去工作的啊 那基本上他一個人嗯的工資呢 就可以支付全家人的 基本上這個生活上的開銷了 然後這個就讀碩士課程的呢 啊這個主申請人呢 他也是可以每周兼職工作啊 嗯不超過二十個小時就可以 這個就是學生簽證上會明確的哈 就是有這麼一個兼職工作的 這樣的一個許可 而且這個方式呢 時間成本也是相對比較低的 如果說他就讀了一年的課程 然後畢業之後哈 或者說畢業之後就馬上找到工作 或者再等一年找到工作 然後一直到他拿下移民哈 如果最快的話可能兩三年就能實現了 好接下來我們再看 嗯如果說 對於 有些家庭呢 是想以孩子啊 讀書為主哈 想盡快的 那麼來新西蘭呢 那麼可以采用第三種方式 就是子女呢 就讀新西蘭的中小學 然後呢一位家長是可以陪讀的 這位陪讀的家長可以做兼職的工作 另一位家長呢 可以讀書啊 畢業後 如果說找到這個工作申請哈 也可以技術移民 那麼這個方式的好處呢 也是全家可以一起啊 全家可以一起來新西蘭來生活哈 那麼包括孩子呀 可以接受這個 嗯 新西蘭這邊的一個 啊 素質教育 這種方式呢 也是慢慢的哈 開始人 申請人也是還蠻多的 好接下來我們再看第四種方式 第四種方式呢 就是比如說像家庭當中這個子女哈 已經都 在國內呀 讀了大學啦 或者讀了碩士了哈 那麼 呃 對 那麼就可以到新西蘭來呢 來就讀更高一個 嗯 水平的這個學歷了 那麼畢業之後的話呢 就可以獲得三年的畢業生工簽 找到技能性工作啊 達到相關的要求就可以技術移民 那麼在這個子女達到拿到綠卡之後呢 父母呢 就可以按照我們剛才提到的這個家庭團聚移民 這個類別哈 給父母辦移民 好嗯 這個基本上就是我們根據目前嗯 大家比較多的哈 就是說采用的這些方式 那麼也是非常行之有效的哈 嗯 這些方式 那麼每一個人他就是他的背景啊 都是不一樣的啊 就像這個沒有葉子 這個兩片完全相同的葉子哈 所以呢 對於我們作為嗯 移民顧問來說呢 很重要的一個工作呢 就是要了解呢 每個申請人的實際情況 然後呢 根據每個人的情況來向大家推薦呢 合適的這個類別啊 然後呢 再制定具體的移民方案 好那嗯 如果說大家有什麼樣的問題哈 一會看一下趙老師的安排呢 嗯 我這個講座呢 我就講到這裡 啊 謝謝大家 好的 嘿嘿 感謝Vivienne啊 這個 你辛苦了啊 啊 接下來啊 這個我想播放一首詩歌啊 不知道我們的同工社會準備好了 啊 這即使一首詩歌呢 也是新西蘭的國歌啊 我們一起來欣賞一下 特別感謝我們的同工啊 這個 那我們知道啊 這個新西蘭啊 它是一個新教國家啊 所以呢 啊 剛才我們聽到的這個國歌啊 就是一首非常優美的詩歌 啊 接下來呢 我們先回答問題啊 這個武漢群里已經提了很多問題 我建議Vivienne的每一個問題呢 大概啊 啊 盡可能的啊 用短的時間來回答 這樣我們可以多回答一些問題 啊 這個一個問題 如果一兩分鐘能回答最好啊 嗯 有這麼一個問題啊 我看啊 這個 啊 有一個人問啊 這個林姐妹啊 她說33歲的大陸的碩士啊 以移民為目的 可以去新西蘭讀什麼學校啊 啊 這個脫家帶口會不會被拒 嗯 嗯 首先呢 就是因為如果是啊 剛才這個姊妹她是說她已經有碩士的學位了嗎 在國內 但是三歲的年齡大陸的碩士啊 好 OK 那嗯 她可以考慮過來讀博士 當然這是一個選擇 當然博士的話呢 就是時間會比較長 三到四年 嗯 但是我剛才說的那些 逐入全家過來 然後呢 帶配偶工籤呢 以及這個子女的 未成年子女的免費讀書 這些都是有的啊 而且呢 新西蘭讀博士 有一個很好的一點 就是她的學費 它是按照本地學生 來去收取費用的啊 就是當時我來的時候 06年啊 一直到現在她這個政策都沒有變過 所以說來來讀博士的話呢 一年的費用 現在大概是七八千紐幣的樣子吧 也要根據專業的不同哈 嗯 那麼她可以考慮讀博士 但是呢 也可以考慮讀碩士 我需要可能需要這個姊妹 就是具體來講一下 她原來的專業是什麼 專業學的 那麼這樣子的話呢 就是嗯 比如說她再來讀一個碩士 那麼首先在簽證的角度呢 我們叫要有一個給移民局做簽證申請的 要有一個合理的 呃 理由啊 為什麼你原來已經有了一個 呃 碩士學位 你現在還要再來讀一個碩士學位 啊 當然這種的話呢 也是可以 比如說她因為工作的需要啊 啊 或者是她在這個工作當中 有什麼樣的一個新的需要 一個一個領域的拓寬等等哈 只要有一個合理的理由 那麼其實也是可以的 啊 另外這個姊妹提到 就是全家都來簽證申請的 會不會拒簽啊 就是這種風險 嗯 基本上 沒有問題 就是只要我們把這個申請 嗯 因為是這樣 就是說 我知道很多大家都是擔心這個 一說就是說 有移民傾向的問題 對吧 就是 都是很擔心 哎那移民局會拒啊 因為我有移民傾向 那麼實際上呢 呃移民局在審理的時候呢 它是根據你每一個類別 然後呢 它是會考核 比如說你與你在中國啊 你還有什麼樣的一個聯繫 等等哈 它是會考慮的 但是呢 從在我們的實際工作當中呢 這種全家都一起辦 然後呢 出來是可以的 是沒有問題的 嗯 在實際操作當中 我們會把它的申請 對 就是啊 呃 以一種就是我們說cover letter 就很好的哈 就是因為要 呃給移民局展現更多的一些信息 啊 讓他們去 呃 避免就是說 哎 說這個呃 就是降低他的申請的風險啊 是可以可控的 沒問題的 嗯 好 呃接下來呢 有兩個相關的碩士的問題啊 有一個問題是問永生問啊 請問碩士讀幾年啊 還有一個相關的讀碩士的問題是111問啊 他说這個請問碩士12到20萬是幾年的 啊 好 那麼第一個問題呢 碩士呢 因為碩士它是 絕大多數的來新西蘭讀 他都是要看你本科的學歷啊 要是相關的 嗯 那麼有一些學歷呢 是 如果說你原來讀的不是這個專業 他有可能要求你讀一個過渡課程 那麼那種情況下呢 可能就要長一些 但是最短碩士學是讀一年就可以了啊 一年的碩士 像我剛才講了 如果是要讀過渡課程啊 或者是因為本科的一些成績 嗯 相對來講 嗯 沒有太理想的話哈 那麼他也有可能能讓你讀一年半或者兩年也是有可能的 然後 然後剛才那個學費呢 是一年的學費 OK 好的 好 啊 又有一個問題呢 是問啊 他說中醫在新西蘭啊 啊 這個受歡迎嗎啊 啊 這個方便移民嗎 呃 另外一個話題 嗯 中醫 對 中醫嗯 嗯 其實在西西蘭還真是有兩三座吧 就是這種中醫學院哈 然後前一段時間政府好像也是在中醫就是在他承 就是新西蘭在承認中醫的這個方面也是有了一個很大的哈 啊 這樣的一個啊 一個步伐就是 就是 是向好的方向去發展 那麼嗯 從移民的角度來說呢 是有相應的移民的職位的 就是中醫的這個 嗯 是是是有的啊 啊 好 有這麼一個問題啊 陪讀家長申請 是不是必須提供另外一方配偶的輸入證明 嗯 對 如果是一位家長來跟孩子到新西蘭來哈 一位家長來陪讀了 那麼 的確是要提供 嗯 後續的就是這些年他的這個 資金的一個來源 那麼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就是另一位家長 他的收入證明 對 因為通常意義上來講 這個已經來陪讀的這個家長的話 他基本上 從資金收入這一塊嗎 可能就比較少了 無法支持 嗯 好 有這麼一個問題啊 年齡37歲 性別難 國內的脖子厚 破家代口一家四口 可以通過什麼方式移民 20024年畢業 現在還沒畢業的 哦24年畢業 現在在讀博士 哦不不不 這個是已經畢業的 這個應該已經 嗯 嗯 對 2024年畢業 可能這兩個問題連在一塊 我猜想是他們是一家子可能 嗯 嗯 那我想這個問題可能跟最開始那個姊妹 他就是問的那個哈就是他可以過來比如說 嗯 讀博士後如果說已經博士後畢業的話 嗯 那 有沒有可能在這邊 先過來讀一個 這個 哎呀讀一個 再讀個博士好像 因為說句實話這個不是很多我們遇到的案例哈 對這個學歷是很高的 嗯 那我想就是說 嗯 因為博士後其實相對應的移民職位的話 就是做大學講師啊 其實是比較對口 或者去研究機構 啊 或者是做這個 一些某些領域的科學家呀 作為scientist的這種來移民哈 在一些研究機構等等啊 所以呢 我可能是要更多的了解就是他這個博士後 就他的專業領域是什麽 嗯 對的啊 這個好 嘿嘿 還有有有這麼一個問題 白雪啊 他說55歲以上的中科院的理工博士如何移民啊 嗯 然後呢這個55歲啊以上 但是中科院的理工博士 哦55歲以上的話 那技術移民肯定就是不行了 對 就是說啊 超過那個年齡範圍的話哈 嗯 那可能就是考慮 嗯 就是創 對呀就是另外就是創業移民投資移民 但是那個的話是要有一些商業背景的 嗯 嗯 好 這有一個問題啊 對 需要了解更多的家庭方面 對 其他人的信息 嗯 嗯 莉莉問啊 莉莉問啊 她說 她是這個國內的高校老師啊 職稱是教授啊 數學專業的博士45歲啊 男一家三口啊 孩子呢 讀初啊 妻子是碩士啊 這個用什麽方法去新西蘭 嗯 是在國內的高校做數學老師是嗎 啊 數學教授啊 數學教授啊 這也是數學的專業的博士45歲啊 孩子讀初啊 妻子是碩士啊 這個學歷都很高啊 對 學歷倒是很高的 我們最 是的 那新西蘭真的現在就是非常非常歡迎這個高學歷的 對啊 這樣的人才啊 因為 嗯 的確就是 嗯 因為數 就是也可以考慮到新西蘭這邊的高校來任職嗎 就是說 呃做這個在高校對 來來去做大學老師啊 嗯 我想 那可能相對來講 主要最關鍵的一點 我覺得可能是得看看英語 英語方面 嗯 對 這個可能是一個比較關鍵的一個點 嗯 嗯 好 啊 然後還有這麼一個問啊 這個 啊 885822啊 他說啊 這個本人的兒子在美國名校讀博士馬上畢業了 本科碩士呢都在國內讀的 從美國可以直接申請新西蘭工作嗎 嗯 工作是可以的 其實 嗯 就是說 無論你在哪個國家 嗯 其實只要說雇主 比如說像在新西蘭哈 他對於一些非常非常緊缺的他可能做海外招聘 就全球招聘嘛 等於是全球招聘人才 那麼那種情況下 那那也是可以的 就是如果說你在你這個領域 呃是有雇主啊來招聘 對 那你拿到了這個job offer 那你拿到了這個job offer 然後利用這個雇佣合同來去辦工錢來新西蘭是可以的 嗯 OK 好 呃 還有這麼一個問題啊 這個比較簡單啊 也是885822說的 他說孩子現在基督城啊 啊 讀碩士啊 需要移民啊 啊 這個需要找哪些步驟 嗯 對 那就是說他讀碩士畢業之後他有三年的畢業生工簽 然後呢 他就是需要在他的這個專業領域呢去找一份工作 當然這個裡面的話就要看啊 他是學的是什麼專業 然後呢 這個專業他相對應的移民職位 是什麼 嗯 然後他就要朝著那個方向去找這方面的工作 嗯 好有這麼一個問題啊 這個這個問題我來回答好了 兩位老師你們都在讀者沙龍群里嗎 可以在群里提問嗎 啊 對不起啊 這個都這個讀者沙龍群提問還不行啊 這個 這個因為我們這一次呢其實是這樣的啊 就是啊 我們的很多的學員啊 主要是以我們收費的學員為主 他們提出呢 希望我們能做這個活動啊 其實我很謹慎啊 這個 因為我們從來不涉及到任何這種商業性的東西 是吧 然後移民呢我們也特別的謹慎 所以呢 這個 但是我因為我認識Vivian的這個有一段時間了 我們在新西蘭做過山上論壇啊 那麼Vivian呢就 他的這個教授啊就是我們起來的講人啊 Vivian呢就給他做翻譯啊 所以那個時候呢我們就認識了Vivian啊 那麼更加重要的是Vivian今年呢已經成功的這個 我看見他就帶了這個三個啊這個這個中國人啊 他他幫助他們做做做做相關的顧問啊 那麼他們都成功的登陸新西蘭啊 這個所以呢 第一啊這個我認識他有一段時間了 第二呢就是我看到他的成功力很高啊 所以呢這個實際上是特別的給我們的學員們安排的這一次的講座啊 我說過我們既不鼓勵大家潤是吧 要不人家說趙老師天天在鼓勵大家移民啊 這個可不是我想要做的 是吧 但是我們也不反對啊 而是呢對 凡是對我的學生的需求我都特別重視啊 就是因為你們是最愛我的是吧 特別是我的收費的學員啊 這個你們願意交費來支持我 是吧 那你們是最愛我的啊 那我當然呢 我願意這個 是吧 當你們有需要需要的時候 在你們的需要上看到我的責任啊 那麼愛就是在別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責任啊 所以說我們這一次呢安排了這個很特別的活動啊 這個也C44歲啊 所以呢我們在群裡呢 其實我們沒有沒有這種交流啊 也沒有這種討論啊 如果大家這個有進一步的需求或者小夥伴們反應啊 那我們以後啊再怎麼組織 我們現在都沒想好啊 所以這次呢都是在線上的 這樣一個很特別的交流和提問啊 這個問題我就回答到這 然後有這麼一個問題呢 可能就講的比較多啊 他講的方知周啊 他說有讀體育管理的新西蘭又好移民的大學嗎 大概是他兒子想到新西蘭來讀體育管理啊 找一個好大學能夠好移民啊 兒子21歲你朋友23歲啊 都在美國讀一年的交換生的高中一年 第二年呢轉入加拿大完成高中畢業 兒子疫情前讀了一年的多倫多 悅科大學的管理專業啊 特長呢是中國網球的二級運動員啊 美國高中四連冠啊 四連冠的冠軍隊的隊員之一啊 加拿大多倫多啊 一個區的第二名 你朋友呢已經完成了加拿大大專兩年啊 雅思七分啊 目前因為疫情回國兩年 兒子呢交網球辦公慢讀啊 同時呢就讀國內的一家大學 網絡本科估計呢 呃是自自考本科的管理啊 是這麼一個情況 嗯好就是這裡面是有涉及到兩位 就是兩位申請人啊就有可能對 那麼一位呢就是他比較擅長這個運動 就是這方面的哈 想學這個運動管理 那麼運動管理的話呢 就是剛才我們也提到像奧塔哥大學 他的運動管理呢是在全球排名呢 是前五五十位的啊 是很好的 而且新西蘭這個國家呢 因為他是戶外運動非常發達 而且就是這種無論是學校也好啊 或者是這個就是各個這種體育賽事等等 是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運動是新西蘭人他生活當中 一個非常非常這個必要的 還有這麼一個呃生活的 他是一種生活方式了 其實是對 所以說呢呃對 學體育管理的話 對他也有相應的那個移民的職位的啊 這個是可以的可以考慮的哈 是對呃 然後剛才說到那個女朋友 我是聽到了一句雅思七分 然後我眼就亮了 如果這麼好的英語的話 那他其實對呀就是很 嗯他可以考慮考慮教育類啊 這些的就是比如說像呃 像幼教啊這些都是很好移民的 對 就是只要有雅思七分呢 那其實還還是很有優勢的 嗯 嗯 所以呢這個 你看前面啊 當威美人講到投資移民的時候啊 這個我們 這個聊天室裡有些人就比較著急 你看好像都是講錢的事兒 是吧 但是後面其實他不是講錢 是吧 人家這個很多的技術移民啊 這個其實是靠他的專業啊 你看雅思七分啊 剛才這個威美人講到 如果他又是新西蘭對口的專業啊 基本上他工作拿到工作 他直接就直接就移民到新西蘭了啊 這個最近我們有一位啊 同學的女兒就是啊 他到新西蘭他直接就上了奧克蘭大學的一個 非常好的這個專業啊 但是他那個專業他還嫌他不夠好 是吧 這個 然後他要申請一個更就是幼教累的啊 這個直接啊 就新西蘭現在最需要的 是吧 這個讀硕士 讀完以後 直接他馬上就來拿到 就是他很 這個很明顯啊 所以他雅思要考七分是吧 然後再拿再讀他的合適的專業 這個人家完全是憑本事啊 這個所以不要認為說 好像有錢就這麼的 恰恰很多有錢的人反而進不來啊 這個還真不是那樣 我們不要有一種憤青的情緒啊 再有一個問題呢 或者是說這個實啊 實說這個工商管理碩士 再去讀碩士 對英語的要求是什麼 英語的要求工商管理碩士 就是碩士他普遍啊 就是一般的情況下 他都是要求雅思的6.5分 然後呢 單項不低於6.0 然後現在呢 因為有很多的同學呢 因為他也接受比如像托福啊 或者PTE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越來越多同學呢 他不一定去考雅思了 他就是選PTE 這種這個考試也是可以的啊 就是雅思6.5 嗯 好還有一個PTE考試對吧 相當於這個就是你雅思這個替代啊 呃 還有有這麼一個問題啊 女兒呢33歲啊 未婚單身啊 本科畢業呢 企讀碩士 我們家長以後呢 可以辦理移民 添加團契嗎 對是可以的 父母就是通過啊 子女他拿到了綠卡之後啊 然後呢 通過父母團聚移民 這種方式 嗯 好 呃 勇約問啊 我上司有錢 兒子在新西蘭上完學啊 為什麼又回國工作 結婚定居的 哎 這個你得問你上司 對不起 你別問維文 能各有志是吧 這個呃 並不是國外就好啊 比如說這個 呃 新西蘭啊 這個維文剛才講的 可能有人就覺得 這個 國內好裝好了 好開心啊 是吧 國外的這個呃 你很美啊 可是 並不見得適合每個人啊 是吧 說不定你的上司 就是在國內賺錢容易 是吧 人家人家覺得國內好 這個你得問你上司啊 呃 然後還有一個親感的問啊 是個呃 在新西蘭讀博士幾年讀完 通常 嗯 通常的話 一年啊 一年很普遍的 然後一年有的一年半 哇 這個很快啊 在美國那個通常沒有這麼快啊 啊 還有這個湯燕書啊 他問 博士期間呢 他讀的是機械工程啊 博士後呢 讀的是土木工程啊 2024年呢 他會出戰啊 通過什麼方式呢 去新西蘭啊 是最好的 嗯 土木工程專業啊 那這個專業是很好的了 他是在那個綠名單裡面的嘛 所以說 嗯 那我覺得 對於國內的申請人來說 一個呢 就是說啊 語言官要先過了哈 就是 因為畢竟涉及到 要在當地這邊 呃 學土木工程一般對應的 都是一些大的機構啊 比如洋人公司這些的 所以說 呃 對於英語的要求 也相對來講比較高嘛 那 其實只要英語官過了 然後在當地 呃 那這邊找 就是能夠有工 雇主擔保哈 其實就是達到移民的要求了 嗯 但是具體從這個簽證的 你說一開始這一步怎麼來呢 那麼 嗯 如果說英語真的完全沒有問題 比如說像新西蘭這邊 如果說有雇主在這方面去全球招聘的時候 啊 那如果說拿到了job offer 那是可以的 就是公簽 然後移民這樣進來哈 如果說沒有這種合適的機會呢 那可能是就是要到新西蘭還是說 我剛才又回到就是留學移民的這個路 因為 就是因為簽證的問題其實 而且呢 你在新西蘭境內 你就更容易的去接觸到雇主 對吧 因為雇主他大部分還是在國內招人的 在新西蘭國內 嗯 好 呃 李姐妹問啊 他的兒子呢 是在加拿大讀十一年級啊 是理工男啊 申請新西蘭大學容易嗎 嗯 是國內的十一年級是嗎 呃 在加拿大讀十一年級 讀理工 就是高中 高中的十一年級高中生 對 他想申請新西蘭的大學 啊 應該是可以的 對 因為他是 同樣都是英聯邦的體系嘛 那所以說 新西蘭的大學 他在接收 嗯 接收這個畢業生的時候呢 他是有不同的就是你考試的體系 所以加拿大呢 他是接受加拿大這邊高中的體系的 沒有問題 嗯 OK好 呃 有這麼一個問題啊 說呃 老師好啊 兩個十一歲的孩子啊 他們家啊 詳細新西蘭讀書費用多少 十一歲的孩子啊 通常啊 兩個是兩個 兩個哈 對 那通常的話呢 我們就先按一個來算啊 對一個的話 如果再讀那個公立學校 那麼公立學校的話呢 一年的學費就是差不多 六萬吧 六七萬人民幣這樣子啊 這個就是學費啊 然後兩個的話就十五萬 然後呢 除了學費之外的話呢 嗯 是需要 在做簽證的時候 那麼還需要每個學生 一萬七 紐幣的生活費的一個證明 就是要證明你 除了學費之外 還有這麼多資金在帳上 對 好 很清楚 呃 還有 有這麼一個問題啊 呃 他是 現在是老師啊 40歲 生物學博士 在專利領藝工作13年 啊 目前在美國讀法學 碩士啊 打分購技術移民新西蘭嗎 啊 還是要找雇主擔保嗎 嗯 沒有雇主擔保的情況下 嗯 嗯 沒有雇主擔保的情況下 嗯 嗯 那就要看他的工作經驗 嗯 嗯 是不是足夠長 就是要在這個領域 對 嗯 嗯 嗯 這個相對來講 可能需要一些更多的信息 信息 嗯 好 呃 路易文啊 啊 這個41歲啊 曾能教育大專 學閒教育專業啊 可以申請新西蘭哪一個專業留學啊 啊 前家可以帶去嗎 如果原來學的就是學前教育的話 那麼也可以繼續讀學前教育 因為他是新西蘭的緊缺嘛 緊缺專業 所以說啊 但是學前教育的門檻高 就是因為英語 英語要達到雅思四個七的水平 嗯 當然這個是 當然對雅思要四個七 就是要四項 聽說讀寫 對 都要七分 嗯 好 啊 這麼一個問題啊 紐約現在國內讀高山啊 可以去讀大學嗎 嗯 哦 可以的 對 高三的話是這樣 他如果呃 再讀高三的話 那他就需要過來 比如說讀個半年的育科 啊 或者現在呢 因為在疫情期間嘛 其實有些大學育科都可以在 呃 國內線上讀也是可以的哈 這就看每個申請人他自己的選擇 那讀完這個育科之後的話 就可以進入到那個本科的學習當中 嗯 太棒了 好 呃 接下來啊 37歲的數學博士啊 這個呃 博士不是好學校啊 估計呢 新西蘭不認可中國學歷啊 考校講師 配偶是碩士啊 這個想移民可以可難嗎 嗯 其實數學呀 就這些科目 其實我覺得也還是蠻好的 因為在新西蘭來講 嗯 他這個在學校教育的這個領域裡面 是缺少這方面的呃 老師的 嗯 那就是說 嗯 還是說 如果說這個英語哈 如果說可以的話 那麼呃 呃 再在這邊來學一個呃 註冊 教師 呃 當然了如果他是高校的老師 那麼他肯定首選 首選 肯定是要在這邊呃 比如說再讀一個高一點的學歷 然後呢 來對 還是來新蘭這邊的高校 嗯 來任職 然後移民哈 當然這是首選 嗯 那麼如果說 嗯 如果說再有一個備選的方案呢 就是 當然這個就可能有 就是 從國內的高 這個大學老師 可能要比如說考慮這邊的高中啊 等等哈 就是中學老師 對 嗯 因為中學老師是要比大學老師 我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中學老師的機會是更更大的 在這邊 嗯 大學的職位沒有像中小學那麼大 作為數學老師來講 嗯 嗯 太棒了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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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教育這個領域它 比如說像在新西蘭 它這個如果你是有registration 就是有持牌的這個老教教老师的資質 那麼你是很好找工作的 你是要從事這個教學的 但另一方面呢是教辅人員 對 教辅人員的話呢也是可以移民的 也是可以的啊 呃 這也是一個途徑不是說不可以 但是相對來講呢就是工作的機會就是沒有那麼的大 嗯 好呃 呃 我先插一個問題 Vivian我先問你一下 嗯 這個嗯 我看很多的問題呢 呃 呃 我們今天不見得能夠回答完啊 另外大家可能還會提很多的問 啊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介意啊 如果我們建一個群是吧 這個 然後請你在這個群裡面跟大家來互動交流 是不是合適 還是太浪費你的時間 啊 沒關係可以的 我覺得這樣的是一個對 因為今天的話我們時間有限啊 沒有辦法都回答大家的問題 對 我們可以建一個群 然後這樣子我們對啊 如果大家有建的我可以繼續幫大家來解答 沒問題 好 那我就請我們的這個啊 我們同工建一個群啊 建好一個群能夠發給啊 一會發到這個啊 發給我啊 這個這個發在我們發給我 發給我之後呢 能夠我在啊 這個或者我們的同工建好群之後呢 一會直接的啊 就是嗯 把他屏幕打上來啊 這樣大家這個掃這個碼呢 就可以進這個群 這樣可以更多的跟Vivian來聯繫 我們我原來準備今天的交流時間是兩個小時到兩個半小時啊 那我們現在已經 已經兩個已經兩個小時啊 多10分鐘啊 所以呢我們最多呢還有20分鐘啊 我不能讓Vivian太辛苦啊 這個啊 接下來好我們再走幾個問題啊 大概 嗯好 呃 有這麼一位啊 女士啊 李佩卡 她的年齡是33歲啊 還沒有結婚啊 大學本科是學音樂專業的 然後也在國內呢 從事教育行業啊 她想申請新西蘭的硕士啊 請問推薦什麼專業給她 比較方便移民 嗯 嗯 嗯 學音樂的 嗯 嗯 嗯 學音樂的話 那如果讀硕士 嗯 因為就像我講的硕士 他很多都要看本科專業嘛 那可能對於他來講比較 嗯 合理的呢 就是繼續讀音樂方面的哈 就是這種專業 那麼呢 在這種情況下呢 他就可以以 呃 這邊是有這個音樂老師啊 或者是等等 那就是Tutor 就是這種呢 或者Teacher 對是可以移民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說前提他要是找到這樣的機構 啊 然後呢他來去對做這個音樂老師哈 這是一種方式 另外的方式呢 當然他如果說考慮別的啊 不要求原來本科背景的話 也是可以的 那就是範圍可能就更廣一些 嗯 對 好 嗯 有這麼一個提問啊 他說我在國內呢 是自考的本科學歷的工商管理專業 啊 可否申請新西蘭留學讀硕士 自考的工商管理 就是已經是工商 工商管理的本科啊 他是自考的本科 他不是那個正規大學 嗯 嗯 嗯 就是想問一下他有沒有拿到學士學位 因為這個是有區別的 如果他已經他 他是自考沒有關係哈 但是如果他拿到了學士學位的話 嗯 那麼也是可以的 到新西蘭都說是 嗯 嗯 白雪問啊 他說他在國內呢 有自己的文化傳媒公司啊 可以移民嗎 嗯 文化傳媒公司 那考慮 嗯 創業移民嗎 創業移民的話 嗯 是一個 對可以考慮的一個方式 對 嗯 所以他有很多種 你看有投資移民是吧 對 投資移民是主要是 那是有資金要求的是吧 能夠有創業移民 只要有你這個 像這個白雪有過你的創業的經驗 他就給你加分是吧 嗯 然後呢這個也有技術移民啊 我就是有 作為人才嘛 是吧 所以呢實際上並不是光是 光是錢就來結定的 是吧 即便投資移民 他也對因利還是有要求 是吧 所以也不是 嗯 好 另外一個相關的問題啊 這個人呢 叫Tom 這個他49歲啊 上市公司的高管啊 負責銷售啊 如何實現全家移民 嗯 做銷售啊 嗯 那銷售的話呢 那我想就是說 他也考慮來新西蘭讀書 然後全家這樣子哈 先一起過來 然後等到毕业的時候呢 可以找到一個 因為他我想有豐富的這個銷售方面 做銷售經理啊等等這些經驗嘛 那他可以在新西蘭本地 這樣的一個企業找到一個銷售經理 這樣的一個職位啊 或者是這個市場營銷的專員等等 這些都是移民的職位 是可以的 嗯 對 其實他也可以考慮投資移民 對吧 創業移民 對不對 對 創業移民 上市公司的高管 如果他願意來創業 對吧也是一種 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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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麼一個啊 這個 這個 88582 他有補充了一個問題啊 他說碩士三年工簽類啊 是不是就可以辦理移民首席呢 碩士移民 他是我沒有太聽 他的意思呢 是假如說啊 這個 在這邊讀了碩士啊 這個有三年的工簽啊 是不是就可以在這個期間辦理了 是吧 嗯 那就是說要找到相應的就是符合技術移民的工作 嗯 嗯 演志有這麼一段評論和反饋 我特別感謝演志啊 他講的特別好 嗯 他謝謝趙老師的安排 我們雖然大多數無法認出去啊 但還是有些人可以認出去的啊 就是很好的幫助啊 也盼望弟兄姐妹能帶著福音使命認出去 我記得演志這個弟兄很啊 這個他很善良啊 這個內心裡面這個這個溫柔謙卑有愛啊 從事呢也很寬厚是吧 他雖然他說這個他自己估計是這個認不出去 他也沒有認出去的想法 那同時他看到大多數人是無法認出去啊 但是呢他祝福那些認出去的人 是吧 這個有些可以認出去的就是能夠幫助著他們啊 那就是很好的是吧 能夠盼望認出去的 弟兄姐妹能帶著福音使命認出去 特別好啊 這個心態特別好啊 這個祝福別人 也鼓勵大家帶著福音使命認出去 是吧 但是並不 並不在這裡邊有認斷有是非啊 這個特別好 所以我說我們既不鼓勵認出去啊 也不反對認出去 是吧 這個拜神是在這座山還是在那座山啊 這個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心理和誠實啊 這個無論是留在國內的是吧 還是出去的啊 你你若是你自己有護照有使命都是很好的啊 那麼就是我們往一個最小的說啊 這是這也是個人的權利 就算人家認出去他什麼也不做 對吧 但是他合法合理心形的這個這個工作啊 其實也是值得珍重的 所以我很欣賞演自的這個心態啊 啊 還有一個嗯 我看後面還有好多啊 嘿嘿嘿 哦 這個啊 方知周又問啊 他說謝謝老師啊 請問如何相關 如何聯繫相關的移民中介公司啊 那就是趙老師建的群到時候對 啊 我記得我現在呢 我並沒有介紹任何的移民中介公司啊 這個我只是介紹了Vivian Vivian呢就是因為我認識他啊 這個好幾年前在二零啊 這個這個疫情之前啊 2019年我們在新西蘭 舉辦前秋山山論壇的時候 Vivian呢這個啊 他就是我們所請的講言的翻譯啊 一個我們幫助很大 所以我認識他 同時我看到他 今年以內呢他就把三個中國那邊的 他幫助他們的啊 這個由於他的幫助他們都很順利的進來 同時我看到另外一些人在做中介的 他們幫助任的那些人並不那麼順利啊 所以我原來以為是不是大家都差不多 其實發現也不是的 這也啟建議你的業務水平和你的這種能力啊 幫助啊溝通啊等等都有啊 有一點呢就是後來這個我也發現 其實新西蘭呢這個他跟中國是不一樣的 中國你會有的你很難講 就很多事情都你很難講有關係 可能你就搞定了 你沒關係你很多東西你就搞定是吧 那他就不確定性很強啊 新西蘭其實呢 他是確定性是很強的 如果你該給你的分你就 你就可以拿到這個分數啊 但是回過頭來呢 那麼就是要很好的服務 人家知道哎你這個如何去申請啊 這個怎麼去怎麼去申請啊 使得你能夠盡可能得到更高的分啊 那麼這就移民中業的幫助 說他並不是說需要找到我認識某個人啊 有關係 而是集結你的對這塊的一個專業的認識和 這個和理解啊 後面還有啊 好啊 Lidia問啊 這個請問老師如果帶孩子去讀七年級 是在國內直接申請到孩子的學簽啊 還是先旅遊簽出去啊 到當地轉學簽啊 在國內呢 直接申請學簽容易被寄簽 還是在當地申請容易被寄簽啊 國際生初中的收費標準大概是多少啊 謝謝薇薇 嗯 嗯 其實對於簽證申請來說 他移民局的政策是統一的 啊 也就是說你無論是在國內申請呢 還是在新西蘭申請呢 其實他所衡量的標準 因為對於簽證官他們來審理的時候 他就是按照 因為他們也類似於像一個list 一個列表一樣 那麼你哪一條你符合啊 符合了就tick就過關了 對啊 他所以說 呃無論是在哪裡申請 其實他的標準是一樣的 那麼可能有些 嗯嗯 有些人會覺得說 哎那我比如說先來新西蘭這個境內哈 呃比如說像其實就咱們就以這個 嗯 維莉就說剛才提到比如說帶著孩子初中 然後來這邊讀書呢 其實嗯 也是可以的 那麼如果說先以旅遊的方式 呃在新西蘭呢是可以 比如說拿那個旅遊籤可以讀三個月以下的 啊 孩子先過來先體驗一下 啊如果這種的話呢叫微留學嘛 也是近些年來比較流行的 那麼如果是說孩子哎各方面體驗也都很好都很好 然後呢也很喜歡在這讀書 然後家長呢也覺得各方面 這邊的這個整個氛圍啊哈 社會啊在這邊這個居住啊等等都很好 哎那麼呢我們轉轉簽證對吧 我們就決定哎我們決定了我們長期來讀哈 那那其實這也是合情合理的 對嗯 所以呢我也不認為是說在國內申請呢就會被拒 因為我們的客戶也有很多就是從國內就直接就這樣辦過來 對 太棒了 呃 還有問啊這個雅基 雅基啊 呃 她她是德國名校的機械工程的硕士啊 她請問你們會變移民新西蘭農業嗎 哦 機械工程的話也是緊缺專業了 嗯 所以對機械中機械工程也是蠻好的 就那個包括就業啊這些機會也是很多的 嗯 太棒了 呃 好 呃 他問 他是在國內呢讀的會計本科啊 啊 去新西蘭啊 這個如果讀硕士的話讀什麼專業 教育類可以嗎 呃 教育類可以啊 就是考那個教師執照的這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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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啊 他說趙老師的胸懷是神的愛充滿才能這樣謙卑的心來對待每個人啊 我特別感謝這位恩啊 呃 你肯定是經常聽我的課的啊 這個特別特別感謝你們 這個我們同心同情是吧 這個你們很愛我是吧 那我也愛大家啊 大家有什麼西耀啊 我們在每 愛就是在別人的西耀上看到自己的責任啊 這個因為大家有這個西耀 其實小夥伴們提了很久啊 但是我很慎重啊 我始終沒搞這個活動啊 為啥呢 第一我不希望別人說趙斯在鼓勵大家移民是吧 第二呢 我如果不認識的人 我沒法介紹 我也不是說一個機構一個組織是吧 我也沒有時間去考察他的品牌信誉 所以所以我恰好我認識的威威 但是我認識威威還不夠是吧 我得看到他做的事情啊 所以呢到現在的我才覺得啊 這個條件可能承受一點 而且正好我前面講的論學講的論 論之道啊 那你不然光講道你還得講路啊是吧 這個還得所以呢 因為這次呢其實是我們給我們的這個學員們提供的一項特別的服務啊 這個但是如果大家反應很好是吧 這個也許呢 這個如果Vivian有同意啊 也許我們會做一些跟進啊 這個我們還都還沒想走一步算一步啊 所以我也特別感謝N啊這個你肯定經常聽課 你就了解的比較多一點啊 謝謝你的鼓勵 方知書說有合適的時間 明年有計劃參加區域群啊 這都感謝你啊 謝謝啊這個你們參加不參加 我都沒有關係啊 我們的課程幾段錢是免費的啊 公益的課程啊 這個在學習群裡的交點費用是吧 但是呢這個我們有一些互動啊 另外有更多的一些小官天下等等一些信息啊 討論什麼的 這個特別感謝大家啊 有一個問題是問Vivian是這樣的說 老四你好啊這個你是不是後面有機構 哦對是的 因為我們持照的話 對是我們個人的就是有這種資質哈 當然我們我是是有 對我們是有移民公司的 然後我呢是在一家當地這個洋人的移民公司 然後我們公司的話呢 也都是客戶也是來自不同國家的 當然我主要就是負責這個華人吧 這個客戶嗯好的 那個iPhone又問了 他說他是40歲的啊 他問Vivian 前面他問過這個問題啊 生活學博士在專利里工作了13年 目前在美國讀法下說是 打分購技術移民新西蘭嗎 還是要找到雇主嗎 我記得Vivian剛才已經回答這個問題了 可能你沒有聽到是吧 這個是不是你剛才信號不好 他強調你這個 是吧這個你 你需要有啊這個 要再具體的看一下 對就是他 因為要打分的話他可能 那目前現有的那個信息還不足夠 就是說馬上就是能夠對看是夠不夠分數 還有另外一點的話就是像我說的 因為現在的技術移民 他這個分數 這160分是過去的了相當於 那麼他接下來這幾個月要頒 頒布的這個新證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那我們還是要再看他的新證的具體的要求 嗯 好 這個 好 這個 春生說了 春生說文藝就是張老師幫助順利出去的 再次感謝 其實我覺得春生特別棒 這個 春生就是不斷的學習 然後眼睛 眼光夜來 是吧 這個 夜來夜深睡啊 這個看問題也看得夜來明白 然後他的孩子也特別棒 這個春生的孩子也是特別棒 所以Vivienne幫助到了一個很有出息的女兒 啊 還有人建議呢 是說可能要在要英格馬建群 微信的不知道浪不浪漸這樣的群啊 這個那我們不知道啊 這個還真是不了解 所以你說這問題對我們也是問題啊 嗯 還有啊 嗯 嗯 請問Vivienne啊 他說我兒子14歲呢 在國裡的IC 這個SE呢 是這個我估計Vivienne可能有所了解啊 實際上是一種這個有點類似於家庭學校啊 這是一個呃 但是呢 美國美國的大學是美國是教育系統是認可的啊 呃 所以他在國內的這個SE教會學校裡面上初中啊 他是用的是SE的這個系統啊 呃 如果有機會條件的話呢 他想初期上高中啊 那麼新西蘭的教會學校有這個體系嗎 有可能去上新西蘭的教會學校的高中呢 他大概是這個意思 嗯 對 新西蘭這邊的話是有教會學校 對 那麼嗯 其實新西蘭這邊教會學校呢 因為他有怎麼說 就是說是Christian school啊 就是基督教的學校 然後呢 另外呢 當然還有天主教啊 或者叫Catholic的這種 然後還有就是啊 這個Anglican 就是像英國國教背景 就是不同的這個教會學校 其實它的背景呢 是不同的 那相對來說 在這些教會學校當中呢 這個Christian school 基督教學校 它對於孩子們在啊 因為他們有專門的devotion的時間 然後每天啊 就是要跟老師和同學們哈 要要禱告 然後呢要學一段經文啊 有devotion的時間 所以說呢 呃 Christian school 這個是啊 非常的 就是說在培養孩子這種 属灵這個成長方面啊 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啊 就是說 所以說對 所以說如果說剛才的這個孩子 他願意來基督教學校學習 那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就是說我們這邊是沒有說 剛才說的那個系統 ICE系統 好像嗯 我不太了解 可能沒有 嗯 好 美國是承認的 新西蘭是否承認的 這個Webm說的 可能有可能不承認啊 這個沒關係啊 這個大概是這麼一個情況 呃賴姐妹問啊 她說創移啊 創業移民大概 呃 要花多少成本 呃 創業移民的話 她因為是剛才我提到要打分制 因為就是看你投資最少是十萬紐幣啊 是最低的 是要十萬紐幣 那比如說你的以前的經商經驗多一點的話 你可能年年年數多一點的話 那你可能分數就高 對吧 那你投資額度這方面呢 就可以低一點啊 就是它是對包括年齡啊等等嘛 就是還有英語考試的那個分數 它都是需要綜合下來看 然後如果你是出口型的話 那你還有加分 對吧 那那樣的話呢 你的投資額度可能會低一點 呃 但是通常的話我覺得 怎麼就是說差不多二三十萬至少吧 哈就是當然他十萬是門檻了 最低的啊 然後還有五十萬的話 就算是高額的創業移民了 嗯 OK 好 有這麼一個問題啊 劉忠啊 王新英啊 他們問 呃 說他的外甥女呢 今年十九歲啊 在就讀醫學的高等護理啊 請問新西蘭的醫學護理怎麼樣 嗯 醫學護理 嗯 這個護理呢 因為就是 他是護士嘛 就這個我就有點 因為護理 在在學科當中 在新西蘭他這個護士和護理其實是不同的 嗯 啊就是Nursing嘛 就是護士哈 那麼像這種Healthcare呢 就是護理 嗯 新西蘭來講的話呢 他在 呃 這方面 對因為很多個學校院校嘛 他都提供相應的這個課程了 這方面的專業 而且呢 這個醫護 尤其是在這個疫情之後哈 啊 他在於 對於醫護人員的需求量上是非常大的 因為啊 上就是前兩周吧 就剛剛 政府呢 又公佈了一個 嗯 對於醫護這方面的護理人員 是護理啊 因為護士的話 他是剛才在咱們的綠名單裡的嘛 他都可以兩年 對他就可以有快速移民 那麼護理的話呢 現在也是給了兩年之後工作就可以移民了 嗯 嗯 OK 好 嗯 嗯 嗯 我看我們的時間到了 這個我要我要暫時到這了啊 這個我做一點小小的總結吧 這個 嘿嘿 首先呢 這個特別感謝委員啊 這個今天是有點相當於他的加班啊 這個可是還我肯定不能付他任何的加班費用啊 這個今天是星期六 呃 那麼今天呢 我們請委員呢 他啊著重呢 其實是講了啊 如果你論啊 到假如說以新西蘭為目的地啊 大概有幾種移民的方式啊 然後他講到了啊 新西蘭的投資移民是吧 也講到了創意是吧 然後也講到了技術移民啊 也講到了這個家庭團計的移民啊 這個四種方式啊 呃 那麼接下來這個二位馬就很重要是吧 這個很多人願意說 我還想繼續跟委員老師來探討的啊 那麼你可以加入掃碼加入這個群啊 你可以先把它截屏啊 回到去掃也行是吧 那麼這個群呢 就請大家好好的保留啊 這個回到了 我們把委員老師請到這個群裡頭去啊 那麼這個大家可能有進一步的問題啊 我們再繼續交流 也再次的感謝啊 大家的感恩同行啊 這個啊 啊 感恩大家的奉獻 如果大家願意啊支持我們的VVM老師啊 這個啊 那麼大家請掃碼 右邊的這個啊 奉獻的這個二維碼 那如果大家願意加入我們的免費的香百讀者群啊 或者我們的收費的學習群啊 你可以掃左邊的這個二維碼啊 那麼我們所有的這個相關的活動呢 你都能夠了解啊 我也再一次的鼓勵我們收費學習群的小夥伴呢 你可以提出你的問題啊 你有什麼需要啊 我們憑著感動啊 在可能的範圍之內啊 我們都會積極的積極的來回饋啊 來幫助你 啊 新西蘭呢 有這麼一個說法啊 這個是上帝的後花園啊 地球上的最後一片淨土啊 這個的確啊 這個剛才VVM老師介紹了大家就感受出來了 是吧 這個的確是名不惜傳啊 我對新西蘭有幾個觀感啊 第一呢它是日出之地啊 全世界太陽升起的地方啊 這個第一道光啊 從每這個每天啊 世界的第一道光都是從新西蘭發出啊 所以是日出之地啊 它也是加美之地啊 坐落在加美之處啊 它有全世界最好的陽光空氣水啊 是延伸態的是吧 然後呢它是和平之地啊 大家注意到剛才啊 這個VVM老師介紹啊 這個歐洲的歐洲人跟當地的土著啊 有一個約啊 這個約呢使得啊 這個國家不是一個帝國主義 佔領的所謂的殖民地國家啊 而是簽約和平的簽約啊 然後呢 就有了新西蘭啊 這個現在的這樣的一個國家 所以它並不是像美國啊 這個跟印第安人有那麼一段糾葛啊 他沒有啊 這個是和平之地啊 那麼它跟事實上很多的國家的關係也都非常好啊 跟中國的關係啊 跟美國的關係啊都比較好啊 和平之地啊 然後也是蒙佛之地啊 它是典型的新教國家啊 我們知道這個實際上有新教國家啊 然後有新教文明啊 那麼它是典型的新教國家 所以它的國歌就是上帝保佑新西蘭啊 很多國家的國歌呢 就是上帝來保佑是吧 天佑啊 這個上帝保佑 那麼新西蘭的國歌呢 正好就是上帝保佑新西蘭啊 所以是一個蒙佛之地 我們聽這首國歌的時候呢 你就感覺到像一個女兒啊 像天上的父親啊 來呼求啊 天上的父親的保護和祝福是一樣的啊 它是個蒙佛之地啊 當然它也是一個文明之地 文明之地呢 就是啊 我們知道以前我們講過什麼叫文化 什麼叫文明啊 文化有很多種啊 其實呢本質呢 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吃人啊 文明呢只有一種啊 就是啊 不再有人吃人啊 告別人吃人是吧 哎 那麼這個啊 除了新西蘭的前面我們講的 它的這種啊 自然的延伸態之外的 我特別強調一下 就是啊 新西蘭的啊 這種連鎮也是前日夜做的最好的啊 在透明國際的這個 全球清廉啊 指數的排行裡頭 新西蘭是和丹麥啊 啊這個並列榜首啊 然後自06年開始的 新西蘭一直雄擊啊 這個清廉指數的排行榜的榜首 而且是聯系多年啊 所以新西蘭的自然環境呢 叫百分之百純淨啊 新西蘭的政治清廉度呢 也近乎是很純淨的 啊 那麼這裡邊的幾兩個例子啊 一個例子呢 是10年二夜啊 新西蘭房屋部長啊 希特利啊 被媒體爆出用公用信用卡 買了兩瓶紅酒啊 兩瓶紅酒呢 這個可能也就幾十塊錢啊 那最後不得不在媒體公開道歉 而且償還了一千啊 新西蘭紐幣啊 然後慈禁了部長的職務啊 就一千塊錢 新西蘭紐幣啊 這個啊 部長的職務就沒了啊 另外呢 新西蘭的首位華人內閣部長 新西蘭少數民族事務部長 和婦女事務部長啊 黃錫一方啊 因為涉嫌使用公款報銷他的賬付 在海外不到三百星年啊 约合倫幣呢 一千五百塊啊 呃 旅行費用啊 背後最後呢 不得不主動的辞職了內閣部長的職務啊 這在中國我們覺得 簡直就不可想像是吧 你就買了兩瓶紅酒啊 然後三百三百塊錢報銷不當啊 你就這個別當這個部長了 呃 那麼這裏表的背後呢 很簡單啊 第一呢 新教國家嘛 那麼這個新教倫理新教文明啊 他們強調的就是這個權力的制衡和法制啊 權力被裝進的籠子啊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新西蘭的官方的信息法啊 這個官方信息法規定呢 在不危害國家利益的前提下 任何在新西蘭生活的個人或團體啊 都有權獲得政府的相關文件 這就由法律的形式的保障了 新西蘭公眾享有充分的自行權啊 那麼新西蘭政府的官員不論級別高低 不僅受法律約束 而且受公眾的監督 法律保護公眾有權隨時擠到上次總理啊 下次普通百姓的違法或者違規的行為啊 那麼這個其實就印了我們過去說的一句話啊 就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啊 那我們講這些呢 並不是講啊這個好像跟我們沒有關係的事情啊 其實我們希望啊每一個國家 特別是我們所愛的中國啊 將來也成為啊這樣一個現代文明的國家 而且我們我們知道中國有點會的啊 那麼無論是在中國國內的是吧 還是論出去的啊 我們都懷有一份責任啊和使命是吧 我們就希望我們的祖國啊 我們的母國是吧 更加的繁榮昌盛啊 這個繁榮昌盛建立在什麼基礎上呢 建立在公平正義的基礎上啊 為公義是幫國高級啊 當我信主之後啊 我特別研究聖經啊 但研究聖經呢 其實我帶著一種愛國的熱誠寫研究啊 就特別想研究啊 從聖經裡面能不能找到一個國家啊 長順不篩啊 能夠大國崛起的奧秘在哪裡啊 從上帝的啟示來看在哪裡啊 那麼最終呢就發現了一句話啊 為公義是幫國高級 只有公義啊才能使一個國家啊 被高高的舉起來啊 這個長期的反蒙長盛啊 所以我知道啊 如果一個真正的愛中國的啊 真正的愛我們腳下所站的這片土地的一個中國人 是吧 我們就希望我們的國家建立在公平正義的基礎上啊 為公義是幫國高級啊 當我們的國家有公平正義啊 當權利益被裝進籠子裡頭啊 當這個國家啊 他有連結是吧 那我們其實我們中國人是全世界可以說啊 第一最勤勞啊 這個起得比家計早睡的比野機晚是吧 一個禮拜六禮拜天我們是主動加班的那群 是吧 這個老闆不需要你1.5倍的工資 我你給我0.8倍的8的工資我都給你加班啊 這是最勤勞啊 同時也是最聰明的啊 這個東亞人的智商以中國人為代表 這是公認的智商非常高啊 這個又勤勞啊 然後又聰明 而且情商也很高是吧 這個民主一定會爆發出巨大的能量啊 所以呢這個威文今天介紹的紐西蘭是吧 這個紐西蘭平他能他能夠這樣啊 其實就是因為有新疆文明啊 並不是說毛利能比中國人就聰明 毛利能可能當年就從台灣出去了啊 就是我們中國人啊 就是就是就是當年的華人是吧 這個整個演變演變 跑到這個島太平洋島上去啊 這個是吧哎 他們現在能夠享受到一份福祉啊 這個福祉其實不是他們創造的 如果他們還是在本地 估計他們現在還在吃人的那種狀態 是吧 是誰給他們帶來的 新教徒把他們帶過來啊 新教徒跟他們簽約 然後管理這片土地 能夠把一個文明的制度體系啊 帶到這個地方來啊 使得這個地方現在大自然不僅是純淨的啊 也使得是吧 他的政治也是純淨的啊 也使得他的人民啊 在這裡面能夠有尊遠 像人一樣的活著啊 所以再一次的啊 感謝威延啊 也再一次的啊 這個感謝我們所有同心同情的小夥伴啊 也再一次的啊 祝福我們所愛的國家啊 這個祝福我們的中國啊 那麼今天的時間關係呢 我們就到這啊 威延也特別的感謝你啊 這個犧牲了你周六的時間啊 啊 這個能夠也許在群里 還要犧牲你更多的時間啊 這個啊 找機會我們再碰 好嗎 好 謝謝大家 感謝主 今天也真的是很很很感恩啊 有這個機會 真的是和這麼多的啊 弟兄姐妹們和小夥伴們來交流 嗯 嗯 所以我們對接下來的話 我們對如果是感興趣 我們可以在群里繼續交流 嗯 好的 好 謝謝啊 最後呢還是像我們往常一樣 我們在最美好的祝福的詩歌當中啊 結束我們今天的特別講述 謝謝大家